各位可愛的同學 各位可敬的家長 我是岑建勳 向學民思潮的同學致敬 向絕食的同學致敬 各位我很慚愧 我很心痛 作為一個學生運動 社會運動的老兵 41年前 我們在一個消失了的皇后碼頭絕食 為了保衛釣魚台 那時有一個殖民地政府 今時今日41年之後 我們沒有能力保護我們的同學 他們要出來絕食 告訴這個政府 不要搞我們了 不要搞我們的下一代 不要搞我們的弟弟 各位 我很心痛 很多傳媒朋友很喜歡問我這個問題 現在的年輕人 現在這一代 跟你們當年 怎麼樣 經常要我比較 我很想一次過告訴你們 不能比他好過我們 就是因為我們香港繼續有 獨立思考的教育 我們看到 十六七歲 那些小朋友 懂得明白 分辨是非 梁振英 不是劍 你讀屎騙 你讀屎騙 那些小朋友 經常跟你說 國民教育 大家都要的 完全不理會 首先學生 後來家長 跟著老師 連中學校長會 都告訴他們 是不同意獨立成科 怎麼欺騙 喜歡搞就搞 那你幹嘛要開展 如果不是騙我們 你說這些廢話 大家不要受他欺騙 第二樣就是大笑話 梁振英先生笑著說 你喜歡開展就開展 不一定要硬要開展 你說話 379個學校裡面 只有8間 你怎麼開展 請問你 但是他仍然要開展 因為他要交功課給一些人 可以說我開展了 所以 我們不要被他騙 不是哪行哪試 為什麼要再試 為什麼這個委員會 不可以檢討 根本國民教育科 應不應該獨立成科 不在狐熊玉的範圍 擺到明 就是一個騙局 各位親愛的家長 告訴他們 不要搞我們的子女 我一百一年多 我早不激動 但是我忍不住 因為我看到這些小朋友 我看到這些家長 現在不是說政治來的 現在是說一些基本 我們香港的精神 有人用一些暗照 真是少女藏刀 大家千萬不要上當 最後 跟大家說 有你們 有我們好的下一代 獨立思考的 香港有希望 多謝大家 快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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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點